你們兩個會不會有不喜歡三元那一店?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雲 今天我們有一個特別企劃 大家 我們今天是要來吃吃的企劃 我買了大概100個 真鮮的壽司要來吃 其實今天並不是吃 今天其實也是這餐我請 那我們今天要請誰呢 我們歡迎三元JAPAN JAPAN 歡迎你們 耶 歡迎歡迎歡迎 三元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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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沒有害羞 對 沒有 其實今天沒有三元 對 今天沒有 幹嘛 辛苦了 不是嗎 今天休息而已 對 今天休息而已 可是今天不是只有吃壽司而已 我也會問你們的問題 我們秘密的時間很多 秘密很多 對啊 但今天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有壽司的話可以 有壽司嗎 走走走走走 我要問你們兩個 當初是怎麼認識三元的 怎麼會跟三元合作 三元是我的大學的後備 對對對 那如果都 我是前輩 下一年的 我們是演技 所以一開始是先去演戲 他問你說要不要一起去 然後 後來在慢慢的三元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你就陪他一起做 對對對 對 那你們兩個怎麼認識 在大學 是團吧 到現在 好久啊 真的好久啊 兩個朋友認識很久 有時候一起拍影片一起合作 會吵架 感覺你們就還好 我們吵架的機會很少 很少 那Tommy呢 我之前有別的工作 不是YouTube 在台灣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前輩是三元的朋友 然後他們兩個拍片的時候 那個前輩邀請我 一起拍那個影片 然後那時候 我不知道 然後他是誰啊 然後 跟他見面的時候 原來是YouTuber 然後我們拍片之後 慢慢上去 慢慢比較熟 慢慢比較熟 那後來是他有問你說 要不要加入三元酒可以三元的啊 他第一次參加的計畫 是兩千元集 對對對 所以之前都沒有自己做YouTube 都沒有 都沒有 原本以為會是想要一起做YouTube 結果都不是這樣 嗯 了解了解 好我想要問 你們會不會因為要想企劃 或者是說誰沒做什麼事情 然後吵架之類的 你們三個有沒有吵過架 我們一個禮拜一次開會議 但沒有吵架 我們討論很多 我們接下來要拍什麼 或是誰跟誰拍這個影片 會不會你不喜歡 然後不想拍子 應該他們不喜歡變態集合 哈哈哈哈 但我想拍所以 想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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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的時候 極好跟他拍這樣 哦 所以有可能會變成是 他一個人很興奮 其他人就還好 可是不會吵架 不會吵架 其實我們變態集合的時候 也開心的拍片 對對對 我們一起不住的時候 你的那個部分 對比較會說 這不是吵架吧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拍式的內容 這樣不好 所以要改變 哇塞 竟然不會吵架 很厲害耶 三元有點內心的 所以 有不住的話 不住的時候才會說 對 所以三元平常是不太會生氣 你們有看到生氣過嗎 有 我也是 我也是 大學前的時候 也沒有吧 三元好厲害啊 真的厲害 接下來想要問你們 在台灣啊 有沒有遇過最困擾的事情 這是語言的問題 語言不同 所以 拍YouTube的時候 我們常常唸錯 然後那個唸錯的字 可能不太好的意思 或是面前四次的意思 比方說那個 影片上傳 就是有上傳 上傳 上傳跟上傳 對對對 其實我們聽的時候 覺得沒有什麼 但是對台灣人來說 啊 你說什麼啊 其實這個還好 因為台灣人也很常會唸錯 哦真的 其實還蠻像 對 很像 我自己今天其實也會 來就不能 那生活呢 我超喜歡吃台灣的料理 但我一直去便利商店 有點怕還有 欸 那個老闆 我的中文可以嗎 我可以店嗎 那Tommy呢 我的家夏天的時候 比較多江蘭 日本沒有是不是 基本上比較少 但是我的家的話 比較多 所以 你們會怕是不是 很害怕 那你看 你不會嗎 你那麼高 不怕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是說不怕嗎 不怕 你也剛剛說這樣吧 不怕不怕 然後接下來要問的是 你們兩個會不會有 不喜歡三月那一點 你們兩個會不會有 不喜歡三月那一點 沒有耶 真的沒有耶 要說的話 他講話很少 所以 希望他講多一點 我希望 他講多一點 啊 三元是不是私底下 不太常講話對不對 對對對 上次我去住他們家 他和三元 他們兩個一整天不會講話 還有突然決定的事情也很多 其實姐姐沒有聯絡 但是他已經決定好了 對 所以太突然決定的事情 不喜歡 沒有討論 可以啊可以 但 就是想要討論一下 比較好 了解了解 好嗎 看這個影片嗎 對 那透明呢 他不會嫌棄 就是他不會講出來 他想說的事情 因為他比較內向 內向 所以如果他說出來的話 可以解決的問題也很多吧 他對你們好嗎 很好 很好 三元有沒有聽到 同伴的內心聲 多講點話 接下來我想要問 俊講 你對透明跟三元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哦 兩個人都有很好的地方 跟誰你覺得比較好 嗯 嗯 嗯 我選的最喜歡的聯繫三元 沒關係 我喜歡你 謝謝 在細節上 最喜歡的聯繫三元 那透明呢 俊講跟三元你喜歡哪一個 這個我不能比耶 對你來說一樣 一一樣喜歡 好 接下來想要問你們 你們最喜歡 一起拍的什麼影片 我的話 兩千元計畫 因為拍的時候 當然很好玩 然後邀請幾大的YouTube 一起拍 這個很好 然後對我來說 比較有紀念的影片 我跟三元認識的 那俊講的嗎 這不是三元日本的影片 但我們最喜歡三元台灣 這是對日本人介紹 台灣的頻道 這個頻道的影片 都喜歡 因為看這個頻道的影片 然後很多日本人來台灣 來台灣 那我想要問 你們在台灣 怎麼分辨他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 衣服吧 男生或女生 都是衣服不一樣 喔還有 服髮的感覺 日本都穿得像怎麼樣的 喔 女生的話 會入住他們的 比方說短骨不會住 喔 可是他們會穿裙子 嗯 那衣服呢 台灣的話 比較性感一點 女生的話 喔 比較保守一點 日本的話 所以你們比較喜歡台灣的 對 對 對 當然吧 謝謝台灣 欸可是 我很喜歡日本的裙子 台灣很少裙子 喔 我也覺得 如果日本的裙子 將要台灣 然後台灣的女生 又會穿很短的 我覺得很OK 你覺得很開心的樣子 我很喜歡破西襪 我喜歡 你懂 你懂 懂 那你們有沒有曾經 跟你們不喜歡的youtuber合作過 或者是跟哪一位youtuber合作 覺得不喜歡 欸 有嗎 有嗎 有 沒有吧 不是不喜歡的 怎麼講 啊 我有一個 喔 真的嗎 未來內容 他們拍超可怕的 昆布店的感覺 我也吃過 超級昆布的 被嚇到耶 你會怕 超級怕 所以我不喜歡他們 哈哈 原來如此 你有嗎 應該要不喜歡 油乾菜茶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起給我們 超多福 對 我們不喜歡的東西 對對對 原來不喜歡是這樣的不喜歡 對 真的壞人 原來如此 所以很少有不喜歡的youtuber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們其實應該基本上也很少 因為問你們能不能合作大部分都OK 嗯嗯 對 那接下來想要問說 在你們還沒來台灣之前 你們覺得台灣是怎麼樣的國家 然後跟你想像的一樣嗎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是兩年前 交換留學的時候 啊 交換學生 之前我對台灣有很好的印象 因為聽說台灣人對日本的文化啊 很喜歡 他們比較興趣一點 對對對 然後我來之後也 這個是真的 所以跟你想像的一樣 超過 更溫柔 更好的 阿俊講呢 我有超級怕的 因為 我第一次來的外國是台灣 我怕外國 會緊張啊 對 我不懂你講 啊講什麼 對 來之前是比較怕的 那來之後就 嗯很好對不對 很好 中文原本就已經會了 你們都是 俊講的話完全不會 如果在大學的時候 留學一點點 嗯了解 有一個你想要問 你們有沒有想要做什麼 影片的題材 可是被三元說不行 太平台的激化的話 三元不行 我們是歐山頻道啊 所以這麼平台的激化是不行的 啊哈 他們有提過什麼 三元拒絕的嗎 感覺沒有 我們最近做的大胃王啊 或是其他影片都是我 但一開始的時候 他不想把大胃王這樣的激化 又會變胖 還有 三元不可以吃很多 啊對對對 他吃的量比較少 好再來 假如說最後 不當Youtube了 你們會想要 回去日本或者是在台灣繼續工作嗎 然後做什麼工作 我的話 繼續住在台灣 會想要做什麼 現在的話 我想繼續Youtube的工作 啊類似的 類似的 那俊講了 我也想 但有一點沒有自信 一個人會怕 一個人的話 有一點怕 還有我喜歡20 那你會想要做什麼 可以做台灣的很好的朋友的話 一起 不做沒有的話 會去日本 可是還是會比較想要留在台灣 嗯嗯嗯嗯 那接下來想要問說 你們應該沒有卡路舊吧 沒有 沒有 那你們以後有想要結婚嗎 會想 當然 會想要在幾歲的時候結婚 28到30吧 我們最大的目標是 去台北朝駐 所以這個 普通結束的話 我想 可是因為在這一塊 其實女生不多 所以之後會有考慮什麼 相親之類的嗎 也可以 但 會想要考慮台灣的女生嗎 還是日本的女生 都可以耶 個性不一樣嘛 嗯 他們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說還是看 遇到什麼樣的人 那接下來想要問 在Youtube上面 你們喜歡哪個女生 理想也可以 我喜歡Walky Boys的方法 為什麼 很盛 很會吃 對吃的感覺也 很棒 很爽也 然後我們一起參加 運動會的時候 一樣的 那時候 真的人很好人 那Tommy呢 我比較喜歡自然一點的 不會誇張 不會很濃的化妝 很自然的 所以是誰 沒有沒有 接下來想要問說 除了小巨蛋以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目標 自己 我想當 養員 是真的演員 對對對 沒有自行 沒有自行 但是這是我從小時候的夢想 那頻道的目標呢 現在目前的話 100萬人 然後再來是小巨蛋 嗯 然後日本頻道 更多日本人看我們另外一個頻道 然後 很多人來台灣 然後交流 這樣的話 好勵志喔 今天充滿了正向 那對台灣的Youtuber 他們的相處啊 就是我們平常相處之類的 有沒有什麼想法 覺得好不好 這個我覺得很好 這是跟日本的感覺不一樣 大家都很想交流 這個感覺 不會害羞吧 日本的比較害羞 這個部分我很羨慕 敬講也是這樣 對對對 假如說現在有觀眾想要當Youtuber 你們會覺得適合當Youtuber嗎 在台灣 我覺得滿適合的 所以現在只要想覺得都可以去做 嗯嗯嗯嗯 敬講也是嗎 欸 欸 真的嗎 很開心的工作吧 當然 有很多辛苦啊 慢慢慢慢有 對 還有最近台灣的Youtuber 練習也 很多 現在破10萬的就有400個 可以 可是進來的話要認真 對對對 不認真的的話不會紅 對 最後沒有什麼想要對觀眾說的話 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以前 想說的是 我們是外國人嘛 因為外國人 所以有困難的經驗很多 但是很多人知道我們 然後支持我們 在走路上的時候 認識我們的話 加油 然後啊這樣 我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們比較怕吧 在台灣 真的可以吧 我發現當然好像都滿內向的 嗯嗯 但是結果很多人支持我們 所以 我們也每天可以做這樣開心的工作 好 今天非常感謝三年卓佩的Tommy和金嘉 好啦各位觀眾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這三文集 歡迎在下方個訂閱和喜歡 那可以訂閱我們大家的頻道 支持我們大家的粉絲欄 按讚大家的IG 假如你們有想要我邀請誰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好啦各位觀眾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